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亚欧全明星乒乓球挑战赛 大家看到今天的最大看点也是焦点人物 亚洲代表队的张继科也是在他的家乡作战 昨天呢又很遗憾的输掉了一场对萨姆索诺夫的比赛 比分是2比3 但是今天他的对手只会更强 不会比昨天弱 因为奥恰洛夫是伦敦奥运会好像是同牌获得者 对 还好庄里面争的三四名 对 奥恰洛夫目前世界排名的是第七位 张继科是第三位 最新的排名应该是马龙 许新 张继科也是用最短的时间里拿到了乒乓球大满贯 也就是世锦赛男子单打冠军奥运会的男单冠军 加上世界杯的男单冠军三次都赢的王浩 大家看到这是来自欧洲明星队的奥恰洛夫 奥恰洛夫是公认的 大家都知道 这位运动员将来前途无量 应该是前途非常光明远大 奥恰洛夫的技术也很全面 反手实力力量超大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 男子最高水平当中 张继科和奥恰洛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反手 看看今天双方的对决会是如何 在伦敦奥运会男子单的半军赛当中 张继科是4比1战胜了奥恰洛夫 当然这个比赛和奥运会 它是完全两种性质的比赛 所以运动员从表情上心态上 心情都会更加放松 同时也更利于自己自身技术的发挥 反而就是看张继科 今天的心态 大家看家乡父老 父母兄弟姊妹 家里家外都得来看继科 所以继科能不能把这种情况 转化为自己的比赛动力 对 张继科因为前段参加八戏举行的一个活动 所以说他的技术体能状况 包括时差都会受一些影响 但是这咱们讲的都是客观 但是最主要我相信张继科今天 因为昨天输了以后 我想今天他会也应该非常重视这场比赛 没错 毕竟在自己的家乡父老面前 因为他们都深深知道 本身输球的滋味就很不好受 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乡 那更希望用一场胜利 来回报家乡父老 我们看到张继科用了他两个最有特点的 反手这种台内的这种拧拉丝 起到了效果 连续得分 二比零领线 另外最关键的一个看点呢 就是这场比赛 如果张继科取胜的话 那么亚洲明星队在2013年亚洲战 上半年这个挑战赛呢 就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对 因为今天亚洲队现在三比零领先 昨天是二比三输 现在三比零领先 接下来再赢一场 就最差也是四比一胜 是吧 或者是五比零大胜 那四比一亚洲队就 取得了2013年亚洲战的胜利 等于现在是已经打平了 打平 双方打平 对现在打平 但继科赢就赢 对 好球 揭发球快速 在台面上抹拉 其实这个球啊 就是贴着台面 不制造弧线 我记得韩神导在启蒙训练的时候 我当时我的老师就教过我 要这个动作画一个圆呢 然后呢 要制造弧线 刚才这个球就不需要制造弧线 更直接 更简单 因为现在好多我们讲啊 这个反拉技术也好啊 台面这种快带也好 其实运动员就是说 这引盘 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讲 拉夏天球的时候 你相对引盘要低一点 如果反拉 或者说上一球 你的引盘 抬手一定要高一点 如果你太低的话 你就容易啊 这个对面 和台面基本上是处于平衡 对 应该是 甚至说有时候高于台面 这样的话 但是你比如说 像刚才张继科这种台面上 揭发就直接一般 没有 不创造 不制造任何的 这个 弧线 就直接拉 但是他要求你判断 必须很精准啊 人发一个纯架转球 你把手抬那么高 你一抹都抹台底 这就不行了 就要求你判断要精准 你是下线球 还是侧线球 还是上线球 一定要这样的话 对你的击球部位 是有不同的 你如果特别转球 你如果太松上步的话 你可能就像你说的 可能拉下王 现在张继科打的 还比较顺手 应该双方 没有太多的精彩回合 都是争夺在前三板上的争夺 像这种发球 我看着觉得挺业余的 但是效果还挺好 效果很好 而且像他这么大个的发 确实难度很大 我们讲这个发这种高球 你发蹲下去以后 下板衔接起来 也挺辛苦 挺累 但是他旋转挺强 旋转挺强 他这个 大动作砍下来的 刚才奥掐落伏的这个发球 所以双方都在发球 接发球上 使劲了招数 应该说是 没有什么回合 对方就是在发球上 给对方制造压力 这局张继科在 新奥恰落伏的这个 直接吃了不少 坎氏发球 十五 非常多 但因为之前领先的 比分比较大一点 现在十比八 这样十比八 张继科先胜了第一局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你看张继科 和奥恰的第一局 几乎没有什么回合 没有 是不是因为他们之间 这个交手不多 还是说这个发球接发 对方的就是两个运动员的 它都是一种高质量的 一种打法 他们俩的打法 其实有类似相对 尤其奥恰 奥恰也是打前三版 它的发球啊 完了上手啊 接发球的这种 它的相识能力 它不像其他欧洲运动员 那么强 它主要还是前三版上 的质量变化比较多 凡手好 对 凡手这个拉球啊 是纯正的欧洲血统 对 张继科呢 我们也知道 它的发球 它是变化也很多 它的勾手啊 它的侧弦 发的质量都不错 接发球的牛 贴一下 防住 这个防守啊 就防得很主动 前面是贴一下 稍微有点位置了 马上手就往前顶出去 顶出去 主动性的防御 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打到现在这是一个最多回合的球 漂亮 漂亮 这个球是季科的接发球一个严密的空短 第二板呢又勾了一个胡圈球 大斜线 其实我们观众啊 如果喜欢乒乓球的 大家看要看戏的话 这个接发球刚才张继科 咱们叫力短 因为其实对方花了 侧拳 而且它的用力方向呢 是往外走 我那板形是往外走一下 这样插 给你把这个卸了力 所以这是 应该说是 技术上来说 还是和一般的摆啊 搓还是不一样 现在张继科呢 还是五比一领先 第一局先胜 这是提长 我觉得现在张继科 就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别让对方打出节奏来 比如说像张继科好像站 站在近台 总是在防御 那么节奏感 如果让奥恰罗夫反手甩出来 一会儿转 一会儿高 一会儿爆 是吧 别让他打出这种球来 尽量在前几板上能压住他 对 就刚才张继科这反手就好 突然一加力 然后就把他顶到了 对吧 因为就像你说的 哦爆调 好球 所以今天 张继科其实战术很明天 不配你那么多 来回 我就是千三万一 我就要加强 进攻的节奏质量 让你发挥不出来 我想今天像继科的父母啊 亲戚啊都会到现场来看他们比赛 张继科呢 他是青岛人来自山东队 我记得听说张继科以前是一开始练的是足球是吧 踢过足球 你看他的那个身材那种肌肉的感觉就像练足球的 其实 其实体能也其实很重要 他体能好 确实好 天生身体素质好 现在打到最高水门没有好的体能现在也很难 特别是难度 现在整个场上的情况 张继科一直能够控制驾驭场上局面 对 掌控大局能够压住对手 抑制对手的发挥 10比2 张继科呢现在是2比0领先 我们还是稍息休息一下 继续回到亚欧全民星挑战赛 加油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场比赛 现在要进行的是第三局 好球 好球 这个球啊打出了大满贯的风采和气势 对 应该说张继科 这名运动员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选手 对 在场上有一种力度美 我们看到 无论是他的这种反手强大的实力 还是在场上一种力量 速度 男性运动员的这种 对 高质量 他都能够表现出来 哎 韩世导想问问您 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您觉得从前两局 张继科 呃他到底领先在什么地方 今天好像他和以往比赛的场上的表现啊 或者计算数运用运用还不一样 因为从刚才前两局看就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国运动员就是过去所说的就前三板啊 在前三板要发挥的灵力之劲 很致力 灵力之劲 就是说我发球的质量 我上手的质量 我控制的质量 接发球抢攻 发球抢攻 是吧 这个不给你机会 啊 这个比较明显 所以从第三局来看 因为双方 对方因为也活动开了 输了两局以后 可能啊 相对也活动开一些 所以可能第三局的回合会相对要多一些了 而且对手呢 现在也也已经车车轮别落后了 也没什么想法了 也就放开拼了 好球 所以这局 对张继科的这个考验会更大 对 就是看看奥夏洛夫 他的这种大力的进攻 和他强有力的弧圈球 都会全面的释放 因为现在对方落后了 出手相对也就松一些了 一松反而有数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 比赛有时候就是紧张的时候 出手总是犹豫 是吧 不够果断 所以造成这个球 无与失误也多 现在落后以后 反而出手 很坚定很果断 好球 张继科这个反手加摩擦 拉的就特别转 对 这个球拉得好 你说奥夏洛夫 有的人嘛 他就拉不转 有的人他就能拉转 你看张继科这个摩擦 你给我们介绍 怎么才能把这个球 到反手拉的时候 摩擦做足了这个动作 因为我想拉球 拉转也想拉转有很多环节 是吧 首先我们的机球的站位 要有个最佳的是吧 哎呀 漂亮 先把这个球看完 哎呦 漂亮 另外我就讲了 身体的条件很重要 刚才我们讲 其实就刚才你前面提到过 一年 其实打球 现在不仅是靠手指手腕 其实他的腰核心力量 腿 我们讲协调的 把这个 才能把这个球 拉头高支配 你看啊 刚才韩仁导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怎么才能拉转 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觉 就是在你拉手的时候 包括你做动作 接触球的时候 你的这个 这块肌肉 就是前臂 前臂的这个 上面这块肌肉 最终要体现这个 最终要体现这个 这块肌肉 一定要有机会开心 而且 肌球的部位也很重要 是吧 如果你想拉转呢 把肌球的部位 一定是在 好球 奥恰洛夫 漂亮 好的 张继科 对今天这场比赛 做足了准备 无论是从 前几板的控制 反控制 主动进攻 还到中远台 形成大路球 对 他都有 多板速回合 困难的准备 因为今天 其实很明显 昨天输了 今天 是吧 我一定要在家乡面前 能够要有所表现 因为今天确实 也打出了气势 我觉得处理球 包括在场上 真是 非常好 你看张继科出手这一下 非常突然 在拉之前 他先把位置站好 我们好多运点 一键高球 一键机球 先出手了 其实身体 都没使上去 所以我说 我就在想 今天最倒霉 是奥恰洛夫 谁让他昨天 继科在自己 家乡放那边 丢了一场 今天你遇到的 不是脏熬 是豺狼虎豹 对 所以继科现在 到目前为止 没有给对手 太多的机会 机会 奥恰洛夫这局呢 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能够扭转 这个败局 这运气还好 这个球插网插的 也很及时 及时雨 八比六和六七平 本来提到嗓点的 这个气 现在张继科 又缓和了一下 回摆 这球明显 脚下的步伐 调整的慢了 其实我们就讲 横板运点的中间球 它有时候 还是一个漏洞 因为中间球 相对 它容易自己 身体的 找不到自己的 机球部位 所以这个 要求你的步伐 要求你的 在打之前的站位 能够调整 漂亮 哇 漂亮 这个 我好像看来 对家人也有所准备 这个球拉得漂亮 防得也漂亮 不算了 所以当这个技术先进 我就觉得最关键的 就是在接发球的环节 你看它发球 没地儿发了 全台能够用你 抢弓 反手拉你 再加上个空转 二加洛夫变了张绿柯一个正手 拓弹 姐姐 赶紧快撐 快撐 不要 我来 没地儿 我来 我来 第二次 我来 我来 确实 我来 我来 我也来 我来 我来 最终的胜利 因为今天亚洲队现在3比0领先 昨天是2比3输 现在3比0领先 接下来再赢一场 最差也是4比1胜 或者是5比0大胜 4比1亚洲队就取得了 2013年亚洲战斗胜利 等于现在是已经打平了 打平 双方打平 对 现在打平 但是既可赢就赢 对 好球 接发球快速 在台面上抹拉 其实这个球就是贴着台面 不制造弧线 我记得韩神导在启蒙训练的时候 我当时我的老师就教过我 要这个动作画一个圆 然后要制造弧线 刚才这个球就不需要制造弧线 更直接 更简单 因为现在好多 我们讲反拉技术也好 台内这种快带也好 其实运动员就是说 这引盘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讲拉下篇球的时候 你相对引盘要低一点 如果反拉或者说上篇球 你的引盘抬手一定要高一点 如果你太低的话 你就容易对不上这个阶段 和台面基本上是处于平衡 对 应该是 甚至说有时候高于台面 这样的话 但你比如说像刚才张继柯这种台面上 揭发球直接一把 没有不创造 不制造任何的 这个弧线 就直接拉 他要求你判断 必须很精准 人发一个纯架转球 你把手抬那么高 你一抹都抹台底 这就不行了 就要求你判断要精准 你是下篇球 还是侧篇球 还是上篇球 这样的话 完全两种性质的比赛 所以运动员从表情上 心态上 心情都会更加放松 同时也更利于自己 自身技术的发挥 反而就是看张继柯 今天的心态 大家家乡父老 父母兄弟姊妹 家里家外 都得来看继柯 所以继柯能不能把这种 情况转化为自己的比赛动力 对 因为张继柯 因为前段参加 在八戏举行的一个活动 所以说他的技术 体能 状况 包括时差 都会受一些影响 但是这咱们讲的都是客观 但是最主要 我相信张继柯今天 因为昨天输了以后 我想今天他会 也应该非常重视这场比赛 没错 真正在自己的家乡父老面前 因为他们都深深知道 本身输出的滋味就很不好受 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乡 更希望用一场胜利 来回报家乡父老 好好说 我们看到张继柯用了他两个最有特点的 反手这种台内的这种拧拉丝 起到了效果 连续得分 二比零利选 另外最关键的一个看点呢 就是这场比赛 如果张继柯取胜的话 那么亚洲明星队 在2013年亚洲战 上半年这个挑战赛呢 就获得了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亚欧全明星 乒乓球挑战赛 大家看到今天的最大看点 也是焦点人物 亚洲代表队的张继柯 也是在他的家乡作战 昨天呢 又很遗憾的输掉了一场 对萨姆索诺夫的比赛 比分是2比3 但是今天他的对手 只会更强 不会比昨天弱 因为奥恰洛夫 是伦敦奥运会 好像是同牌获得者 对 还好装联征的三四名 对 奥恰洛夫目前 目前世界排名呢 是第七位 张继柯是第三位 最新的排名 应该是马龙 取心 张继柯呢 也是用最短的时间里 拿到了乒乓球 大满贯 也就是世锦赛 男子单打冠军 奥运会的男单冠军 加上世界杯的男单冠军 三次都赢的王浩 大家看到 这是来自欧洲 明星队的奥恰洛夫 奥恰洛夫是公认的 大家都知道 这位运动员将来 前途 无量 应该是前途 非常光明远大 奥恰洛夫的技术 也很全面 反手实力 力量超大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 男子最高水平当中 张继柯和奥恰洛夫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拥有世界上 最强的反手 看看今天 双方的对决会是如何 在伦敦奥卫会 男子弹的半决赛当中 张继柯是4比1 战胜了 奥恰洛夫 当然这个比赛和奥运会 他是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你看张继柯和奥恰的第一局 几乎没有什么回事 没有 是不是因为他们之间 这个交手不多 还是说这个发球 接发球对方的 就是两个运动员的 它都是一种高质量的一种打法 他们俩的打法 其实有类似相似的 尤其奥恰 奥恰也是打前三版 他的发球啊 完了上手啊 接发球的这种 他的相识能力 他不像 其他欧洲运动员 那么强 他主要还是前三版上 这质量变化比较多 反手好 对 反手这个拉球啊 是纯正的欧洲血统 对 张继柯呢 我们也知道 他的发球 才是变化也很多 他的勾手啊 他的侧弦 发的质量都不错 接发球的牛 贴一下 防座 这个防手啊 就防得很主动 前面是贴一下 就稍微有点位置了 马上手就往前顶出去 顶都紧 滚出去 主动性的防御 我们现在看到 可能打到现在 这是一个最多回合的球 漂亮 这个球是 技科的接发球 一个严密的空短 第二版呢 又勾了一个 对你的机球部位 是有不同的 你如果特别转球 你如果太松上步的话 你可能就像你说的 可能拉下网 现在张继克打得还比较顺手 应该双方没有太多的精彩回合 都是争夺在前三板上的争夺 像这种发球 我看着觉得挺业余的 但是它效果还挺好 效果很好 而且像它这么大个的发 确实难度很大 我们讲这个发这种高球 你发蹲下去以后 下板衔接起来 也挺辛苦 挺累 但是它旋转挺强 旋转挺强 大动作砍下来的 刚才奥掐落伏的这个发球 所以双方都在发球 接发球上 使劲了招数 应该说是 没有什么回合 对方就是在发球上 给对方制造压力 这局张继克在 新奥恰落伏的这个下蹲 直接吃了不少 砍式发球失误 非常多 但因为之前领先的比分 比较大一点 现在10比8 这样10比8 张继克先胜了第一局